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桑老大师为您带来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而继续来给大家去直播这个MDL长沙联赛的比赛啊, 嗯,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颁选,VGGS对战秘密, 这个是胜者组半决赛,胜者组半决赛也是胜者组第二轮的第一个场次, 嗯,双VGGS对战秘密,双方BO3第一场。 VGGS这场比赛呢,是先拿出了,呃,搬掉了德鲁伊, 然后搬掉了船长,秘密这边则是搬掉了后乱巨猿小精灵和飞机, 嗯,对于VGGS这个阵容的强势英雄也是非常的有针对性啊, 看来是没少研究,不过确实VGS整体的一个最近的比赛, 这几个英雄登场确实次数比较多,胜率也比较高。 这是今天的第三轮比赛啊,第三轮比赛。 现在是下午3点20。 第三手VGGS选择搬掉的是狼人, 一直在针对秘密的双大哥。 呃,有观众问副护甲是会比零护甲受到更多伤害什么, 是的,副护甲的时候你一百伤害打到他身上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一百一,一百二十,一百三,这样的伤害, 这个要看你负多少。 秘密这张比赛一手直接抢了最近比赛非常火的这个夜魔, 看看VGS的这个BP怎么选。 VGS一手直接抢了一个DP。 这是DP加水人的意思吗,直接前两手, DP加水人的话,你对方第二手拿一个AA出来, 你不直接就凉了, 估计应该不会前两手DP加水人, 如果他想用水人的话,应该会选择在第四五手搬一个AA。 从搬人的顺序上来看的话, VGS是在后搬, 也就是说他有机会在第五手搬掉AA, 然后去拿出水人这个英雄, 但是要看秘密给不给这个机会。 先拿了一个发条, 发条最近那个英雄确实是比较火。 蜜蜜在第二手是拿出了一个末日。 第二手直接是掏了一个末日, 然后把水人搬了, 把水人给搬了。 看来蜜蜜这个对于VGS这个阵容, 真是研究的很透彻啊, 这样比赛。 第二手直接掏一个末日出来的话, 对于VGS来说, 这场比赛要考虑去打三盒, 那三盒的话, 三号位是不是要考虑去拿个腐王之类的了。 第五手秘密搬掉的是萨尔。 排比将这场比赛的这个BP, 我觉得还是是我见过到目前为止, 打VGS最成功的一个BP, 没有之一。 基本上后边的队伍如果想赢这个VGS的话, 就把这场比赛秘密的这个BP抄过来就行了。 把秘密的BP抄下来, 然后把VGS的这个选人抄下来。 比如说这场比赛秘密前三手搬完了以后, 就是这个搬完前三手以后, VGS选了水人和萨尔, 那就搬掉她的DP和发条就行了。 这场比赛秘密可以说已经把这个VGS的BP给吃透了。 我们比赛VGS看看第三手的一个男人, 他说处理YouTube还在哪里直播, 呃, 这次比赛国内的版权在熊猫, 在国内的观众可以在熊猫看, 熊猫直播间是108285, VGS选择是在第三手拿出了双头龙, 想了一段时间以后拿了个双头龙出来。 呃, 这个酱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好用吧。 拉比克这场比赛比较好的是可以偷这个双头龙的冰墙, 拉比克偷到冰墙的话比双头龙厉害多了。 双头龙这个冰墙他自己使的话很水, 他必须接技能。 拉比克偷到的冰墙可以直接当主动控用。 抬手快这个东西主要是。 他说开盘啊, 哎呀开盘的, 希望给你们开。 想希望开咱们就开一场比赛, 我想想我们那场比赛给你们开个什么盘呢。 嗯。 10分钟经济差吧。 1015分钟吧, 给你们开个15分钟的经济差吧。 15分钟正常情况下的经济差应该是在三千左右吧。 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啊。 15分钟双方的一个团队经济差。 VGS在第四章拿出的是兽王, 这场比赛要推。 这场比赛是一个兽王加双头龙的一个阵容组合。 这明显要推起来了。 这样的话, 其实拿一个兽王对于拉比克来说, 这个要是能偷过兽王大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兽王大招偷过来以后直接放出去, 然后就可以, 如果前期偷到的话可以留, 因为前期偷到兽王大招的话可以再去等着游走一波再用。 后期都要火了, 可以直接换。 张比赛秘密一上来是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要不做了拉比克。 现在看看有没有这个A4要不要去点一手露娜出来。 点一手露娜, 德鲁伊已经没了, 看看是露娜还是小狗吧。 这两个英雄概率高一些。 想了很长时间, 应该还是会先选择去给这个, 呃, A4去拿英雄。 这场比赛现在, 由于一直在针对A4这个点, 搬了四个大哥, 拿了一个火猫。 哎, 我猜到这样比赛Made 1可能会去用火猫了, 但是为什么选择在第四手呢? 火猫这个英雄留一手吧, 我觉得。 虽然火猫这个英雄现在确实是一个兼容性比较好的英雄吧。 火猫这个英雄而成选择train of the load. 火猫这个英雄尾巴猫了, 火猫无所要 encrypted. 火猫这个攻击。 把陣容新陣容發給我了 你這個陣容我不認識啊 你這個陣容我不認識啊 居然有人問我抽沒抽到PA頭 最後一手搬人VGS果然是搬掉了露娜 那麼搬掉露娜的話 Ace現在拿的英雄似乎就只剩下小狗了 小狗現在還沒有被搬 小狗這場比賽的生存空間一搬 3號位的英雄這場比賽VG已經鎖定獸王 兩個醬油也鎖定下來了 那還差一個大哥唄 大哥為這場比賽這個流行的大哥已經被搬得差不多了 不過Raslozen這個傢伙的英尺比較深 如果是讓Evair去打DP的話 Raslozen這個英雄應該是搬不光 防一手DP 就防一手美毒沙吧我覺得 這場比賽比較靠譜的應該是防一手美毒沙 防了個巨魔 秘密自己搶美毒沙 哎呀這個秘密 秘密真實 秘密這真是有毒啊這幫人 有關這時候敵法師但是敵法師不行啊這場比賽 哪個敵法師要被對方推平的對方有末日啊 猴子這場比賽VGS這場比賽自己種的苦果自己要嘗了 沒得用了這個Raslozen真的是沒得用了這場比賽 我覺得實在不行是不是可以考慮拿一手卡爾來這場比賽 拿一手卡爾拼一下 好像除了拿一個卡爾出來拼一把這真的沒有特別好的選擇了 拿敵法師基本上等於自殺 這場比賽拿敵法師跟自暴自棄沒區別 拿了個影魔 拿了影魔那就更自暴自棄了 這比卡爾還不靠譜 這我覺得比敵法師還不靠譜 影魔確實現在用來打火猫很好用 但是也僅限於前期對線拿火猫還行 火猫這個英雄跟這個影魔的對線是特別考驗雙方這個中單選手的一個基本功的 還有對英雄的理解 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對線 A4的美獨沙 Made1的火猫 Rustration的影魔和這個1Y2的DP 從中路對線的角度來說的話 用DP去跟火猫對線其實要好打一點 這個用影魔跟火猫對線的結果 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這兩個人是不可能去和平的兩個人說對刷胡發魚的 這個是不存在的 太會了 太會了 1.2.3 就阵容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还是更加看好这个秘密的阵容 这个影魔这个英雄 影魔这个英雄不谈了好吗 毒的不行 这个英雄不是一般的毒啊我跟你讲 毒的吓人这个活真是真的 话说大叔瑞士鲁迅是这次比赛的替补还是VGS替补 鲁迅已经正式加盟了这个VGS 他其实不是替补只不过因为还没有去登记完成 就是威慑那边他的这个数据资料还没有登记完成 毕竟人家要度假嘛所以这个就是显示的还是替补 这档比赛如果说VGS能赢的话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只有一种可能性能赢就是这档比赛秘密这边 前期没有顶住这个前期兑现打崩了 然后兽王带着双龙带着DP带着影魔在你的这个 美杜莎装备成名之前直接推平 这样比赛秘密这个阵容属于是有装备手高无敌 没装备手高菜鸡这么一个阵容 双龙SVG这里直接被举一下 这个应该是交一血了跑不掉的 没死之前是交了一个冰火交加 穆斯斯想跑过来去救一下也是没有能够抓住没有来得及 这样发条配影魔的一个组合也是让影魔出门直接12魂 这一下上来是暂停一下游戏 我觉得上次看的哪场比赛忘了 给大家娱乐推荐了吗那场比赛 暂停战术 暂停上来下战术可还行 这边似乎是队伍云出现了一个问题 有观众说这个国外这个直播平台里边又卡了 卡了没办法 这个是国际互联网出口可能这段时间又出问题了 比赛中单的一个出门还是选择让影魔去中单了 然后让DP去到上路 那瘦王要换路了呀 瘦王要换到下路去跟这个发达的末日兑现 夜魔溜到下路以后呢 这个时候瘦王是一张TP直接飞下来 穆斯斯的发条过来保一下 上路是DP加上双头龙 这个兑现组合还是很凶的 火猫这样比赛在上路的一个日子过去不会太好过 勾一勾兵 那么基本上补刀还能补一补 被反补一个 第二波夜魔就勾兵了 还没知道这个下路的这个婚线呢 对方有一个发条在的话 这个发达不太好打 而且这个发条还是一个带着毒球的出门 勾一勾兵帮队伍去发育一下 上路的对线不用看也知道肯定是这个VGS的一个优势 不过话说过来VGS在上路比较容易被对方杀 其实对线肯定有优势 但是比较容易被杀 他只要把这个双头龙举回来以后 走位稍有不慎 被举到塔下 红帽再给上一个捆 配合塔的攻击 很容易去形成一个击杀 毕竟现在这个 上路的一个兵线还是比较靠近这个夜眼一塔的 然后勤着勾兵 把这个兵线往回拉一拉 就可以把这个 让对方随时处在一个有可能会被击杀的一个地方 其实发条这个英雄在最近的版本当中也是一直在被削弱 他的这个能量齿轮 满级的攻击次数 满级以后这个攻击次数是从三次固定到了两次 就是一级到四级现在都是固定两次就可以摧毁 之前三次那也真的是要命 满级齿轮打三次才能出来 那到了后期很有可能这人出不来根本就 有的那种三心病狂有点发条 我自己玩的时候以前那个三次才能打掉的时候 我是主这个齿轮的 主齿轮去找人 然后框主油那个人根本出不去 队友打了两下 然后都已经自信回头 觉得拆了齿轮可以回头去救队友了 结果自信回头完了 我发现齿轮没掉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过去的这个版本里面 这再谈一下 我们思思在这场比赛在这个下落对于自己大哥的一个保护 三号位受亡这个大哥的保护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是相当成功 影魔在中路 这个补刀是不成问题 补刀肯定是优势 这是毫无疑问的 尾毒杀这个双倍还是运气不错 知道一个双倍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补刀跟上来 要没有这把双倍的话 这个中路的补刀就已经崩了 绝对要被这个影魔给压穿了的 影魔甚至都可以无视完全无视这个 来说苏聪这两个补刀怎么感觉好像有点急躁 被对方这个双倍弄的挺闹心的 美族杀这段时间那个补刀补的还真是挺稳啊 你别说 双在下落的一载点方式还是主飞服光环 看看这个穆斯斯往上直接跟这个帕帕 没有动手 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这张比赛下落末日这边因为吃到了一个萨特 运气不错吃到一个萨特 所以他回血不成问题 而且他这个回血这个光环 对手等于是每个人身上带了一个回五 影魔在中路现在的真实反补是9个 15-9的正反补真实反补说 那么美族杀现在13-6 没有落后太多 也是因为有一个双倍 不过未来这段时间可能会被影魔慢慢的去领先的多一点 影魔这个被对方用秘术一车蹭的也是有点有点痛苦 看看四分钟的神符刷在了下落是个隐身 发条把下落的隐身给控到了 而且这个隐身对方并没有也能看到 秘密的这个眼并不能够看到河道的这个神符 这样中路的美毒杀可能会有一点点危险 要看Resolution身上的蓝量 有一个芒果吃完了以后的话 这个蓝量刚好是够三连压 夜眼的这一个扫描是扫到了慕斯斯 扫到了以后Ace这边直接往后走 这个扫描扫的还是相当的准 这样慕斯斯很确实没有太好的机会 这里引魔勾兵了 这个勾兵 这个勾兵的动作 这个发条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走了 因为在中路刚才通过刚才这一个扫描 是打消了在这波游走的念头 自己身上的这个隐身符也到时间了 引魔现在靠着自己比较多的反补 还是占据了场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等级上的优势 他现在领先这个Ace的美毒杀 大概领先了半级这个经验 Restorian这里被二级的夜魔过来游一波 不过杀不掉这个应该是 每次杀这里就算给一个三斤的秘书一颗伤害也不够 野魔直接磕大药把自己的状态补满 身上是有队友买的两颗假眼 大魔伐买出来 这个对方的假眼是放在了这个位置 中路的真眼并没有能够反到对方的眼 现在双方在上路这个应该是一波动手 DP这波应该是不太好扛下来 因为他这个细节只要一断就 诶 这没断开 这个没断开就尴尬了 没断开的话火猫这个时候的火盾也没有了 帕帕再给上一个技能 这个地方被双方给一波技能以后呢 反正是下路的一波动手 成功 上路这个夜魔没有能够拉断这个吸血 实在是太僵了 这个拉断吸血可以回头反打 直接把这个DP给杀了 但是自己没杀掉不说 还被对方在下路完成了一波击杀 这个有点亏 不过现在秘密整体的一个团队精进还是暂时领先 五分钟的神服方面是秘密控到了两个 然后VGS控到两个 从补刀上来看 其实现在是VGS的领先 然后从这个人头上来看 双方是平的 秘密只是占了一个一血的优势 但是现在团队经济现在秘密好一些 美毒杀又吃了个双倍 美毒杀这样比赛双倍小能手啊 两个影压双头龙没有冰墙 只能是给上一个冰火交加然后开溜 但是这波感觉是要死 仍会打架漂亮 给上一个虚空 没有给吗 还是给了 最后这个影魔这里给了两个影压 想掩护一下 但是没有起到作用 SVG最后还是被A4的一个平AJS 现在比赛进到7分钟 我们开始双方的一个竞技情况 美毒杀现在暂时是排在全场第一 二三四全都是这个VGS的人 那么第四第五名是末日 第六名火猫 第七名是这个慕斯斯的发条 发条现在的经济跟火猫差不太多 兽王的经济 DB的经济和影魔的经济还可以 影魔稍微有一点差 看来兽王现在手里边有一个大招 发大这波手里没大 但是发大手里有大波 这里举一下扔回来 兽王这里一个大招吼一下 五个魔板一吃 回头再给个飞火 这里可以反打 其实甚至都 这波甚至可以反杀了 再给上一个飞火 这个夜魔被反杀了 果然 果然是反杀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看看上路 上路DP开大 加上上路两个人开始去推塔 冰火交加这个技能 再加液态火 去消耗这个火猫的火墩 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波是没有加液态火 把液态火都打在了这个防御塔上面 DP的大招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兵线上来了 应该是够时间去推掉 对方的这个上路一塔 DP这个地方是扛了两下塔 火猫这波应该是不会考虑去反补了 这样上路一塔 在游戏行到八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是被VGS给拆掉 经济方面 现在DP的经济跟这个美杜莎追平 影魔的经济跟兽王的经济 还是稍微差一点点 兽王现在手里面的大招 还有15秒钟的CD 所以拉比克上来以后 给了一个组化能流 这块开悟的这个发条 其实可以稍微等一等 稍微等一等就能杀 这个兽王大招CD晚上赚好 秘密这波 现在下路末日的这个发育情况 应该说还说得过去 他跟对方的兽王相比的话 没差太多钱 不过这波VGS来的人比较多 发条是绕到了树林里面 有飞幅我打一圈 哎我youtube这边是断了连不上了吗 哎youtube这边怎么连不上了呀 大家稍等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我去把这个 我先切一下官方楼币 我去把这个直播那边处理一下 这又是那个特别选 把镜头拉在天上的那个人 换一个 大家稍等一下 现在他们身边 辞选 dia'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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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被發達給燙死了 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Styria's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第2名是影魔 第3名DP,第4名已經是末日了 火貓的經濟現在還是稍微有點差 這場比賽火貓的出裝選擇是先做飛鞋 來增加自己的一個刷錢的空間和節奏 看看Yabzor,Yabzor這個位置 Yabzor,Yabzor,Yabzor這個地方 啊還是被帶走了 還是被帶走了 大家稍等一下 因為弄這個服務器的話需要有一些時間 下路這裡火貓捆住,DP給著吸血 但是DP這波又是沒有大招 被對方直接一波衝臉衝死 雙動龍這個英雄其實本身是一個有不錯防衝臉的能力的英雄 但是這個雙動龍到現在為止 冰牆一個是只有1級 另外一個是剛才這種位置實在是很難去把自己的這個作用發揮出來 這波也是比較無奈 好了這波直播這波終於是又連上了 真不容易 影魔獎比賽走的是甲隊天鷹戰鼓,然後出單刀的一個純物理路線 DP這裡風障現在還是沒有做出來 A4的這個美毒沙目前經濟已經是有了7400塊錢 14分鐘7400,這個美毒沙的經濟現在太好了 15分鐘 現在還差20秒到15分鐘 我們可以看看給大家開的這個 15分鐘稍微能經濟差 能不能到3000加 還有十幾秒 還有十幾秒 這個估計是夠嗆了 誒,等一下 這個DP被殺了以後 還差一點點 看看能不能到3000加 現在是很接近 現在真的是很接近 15分鐘沒有到 沒有到 說王這個位置 被偷一個飛斧 然後直接被帶走 這樣的話去給大家收盤 3000小啊 3000小 OK 沒到啊 15分鐘的時候沒到 15分鐘的時候結算是沒到 15分鐘就差了不到10秒鐘的時間 看一下這波 發條 發條這個框座 夜魔這波沒出來 夜魔直接被 直接被對方怼死 這裡美毒沙在後排瘋狂的輸出 這個影魔搖一個大招上來 火猫再給上一個TC 給了一個T也沒有C 這波影魔被帶走了以後呢 獸王 獸王 獸王沒有機會去放技能 美毒沙又是A死一個 這裡獸王把自己大招吼出來 殺到了火猫漂亮 這波VGS這個獸王很能忍 後排瘋狂直接衝過來 後排這個末日 衝過來直接給了這個DP 一個大招把DP給換掉 那麼這波團戰秘密就是打賺了 應該說整體 殺掉了對方的兩個大哥 自己是交掉了末日和火猫 但是美毒沙這波打的還不錯 輸出打的很足 打了將近2500的輸出 雖然沒掙多少錢 雖然沒掙多少錢 從經濟的變化上來看的話 這波團戰反而是VGS賺了 但是自己的兩個大哥的節奏 又被斷了一波 其實還是蠻傷的 火猫的節奏被斷 他現在不是很怕 因為他現在自己身上有飛 這個飛鞋飛哪兒 他都沒了 飛的單位是被打死了還是 還是什麼情況這是 看看這個夜魔過來殺雞 這隻雞死了 這隻雞夜魔表示你會飛我也會飛 這個蜂杖還沒做出來 獸王的大招也沒有來得及去吼 我估計也可能不想吼這個人 火猫這個地方過來一個TC 捆住了獸王 獸王的本體被捆住了 火猫撞一個魂 過來以後傷害沒低 實在沒操告 獸王反身給上一個技能 知道自己這波必死了 所有的叔叔打到了末日身上 末日這波肯定是要死 這裡拉比特偷到的隱魔大招搖一下 然後美杜莎在下面把這個DP打成殘血 DP趕緊往回跑 這裡偷到了一個兵牆 你看這個十把動作 你看這個十把速度 影魔在這個高低下面往上面打 美杜莎推推下來再接著追 DP給上一個沉默 這個時候不能再追了 因為DP馬上大招快要結束了 還有三分之一不到的時間 結束了以後可以把自己吸滿血 再追的話沒意思了 打不死這個人了 火猫比賽秘密現在已經是擁有了 4000加的領先優勢 領先6個人頭 美杜莎競技前兩敵 火猫跟末日的經濟都是雙雙反超的DP 而現在VGS只有Resolution的一個影魔 經濟現在勉強能夠去 算是能看 只能是勉強能看 艾比的夜魔者吃到一個隱身符 過來看到了Resolution 過來分一分經驗美滋滋 那說為什麼出玄冰盾牌 玄冰盾牌誰出玄冰盾牌了呀 沒有人出玄冰盾牌啊 如果是火猫出的話 這個因為他加護甲啊 他很喜歡這個東西 Madewan特別喜歡加這個 出玄冰盾牌這個道具 可以去打賭王伶 你不可以去打賭王伶 是故意的 還有一個敵王呢 把守門刀牌呢 沒去打賭王 把守門員會這樣 我可以去打了 我決定打賭王 我去打賭王 還有一個人 我謝謝 有個刀牌 这场比赛A4的这个美毒杀跟之前VGS打这OG的时候 那场比赛Restusion的美毒杀杀的速度差不多我看 真差不多 这二十分钟这美毒杀的经济一万两千多奔着一万三去了一会儿就 看看这个火猫火猫这个位置看见对方有捆一下抢个神符 抢个神符哎又撞了一下又撞了一下 这Doom也并不想浪费自己的技能这里一个冰枪没接住不过火猫的捆马上就好了 飞鞋跑的比较快这里捆一下把它举出来 火猫这里给输出美毒杀跟上来给几个平A又撞了一下 别的吧被撞了三下 但是这个末日又是跳刀过来一个Doom甩到了DP脸上 DP这波肯定是直接要被打死 另外一层火猫一个C留住了这个SVD双头龙 打完了以后影魔是在中路带线上路则是兽王带线 但是这两个人现在已经都被对方盯上了 影魔是选择往上路走吃了一个双倍 准备来搞一搞事情 美毒杀在下路把二塔给推掉 中路这里肉汉能流 然后影魔减速末日上来给火刀 Rustlution目前没有BKB你这么上真的好吗 虽然你是个双倍的影魔 这个SVD双头大招吼一下把这个末日给打死了 没有大哥回来 没有主心骨 三个酱油看着对面一个双倍的影魔 还是有点处理不了 没主心骨在 这样S选择是又是慢慢的游到了中路 游到了中路再推一推中路的这个一塔 对方开了一个塔房以后 S也直接省得先往后撤一下 S这边龙冰眼快出了 感谢果果要吃土的车票 非常感谢 刚睡醒什么剧情了 现在秘密优势很大 不过秘密最近这个队伍也经常玩蛇 在后期玩蛇把自己玩死 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了 我见过的就得有三四回了 所以还是不好说 看一下这拨双大好周路过日 美杜莎开大 美杜莎开出大招来了 这拨要石化主好几个 石化主好几个 但是A4这个位置是站在了火的 火炎路径上面 A4这拨要死 A4这拨要死 动作漂亮 这拨成功击杀 但是火猫收割了 雅不做完成了一个双杀 火猫从后排过来以后呢 一个无影拳带走 这还有一个DP 这捆一下 DP开风杖把自己吹起来 现在四个人去分担DP 这个大招的一个伤害 给上一个飞斧 DP临死之前争了一个风拳 但是还是被带走了 这拨团战把所有的伤害 都打到了这个美杜莎 美杜莎身上 打成了一拨五换二 让对方有一个买活的末日 这样的话经济差双方到不是特别的大 主要把美杜莎杀了很关键 美杜莎这个点很肥 这个兽王拿到这人头689块钱 不过美杜莎这拨即便是被打死了 他仍然是A出来了5000多的输出啊 主要的输出其实还是他打出来的 他差不多打了这拨团战几方一半的伤害 队友全是上来收割的 这拨打完了以后火猫的经济反昌了影魔来到全场第二 这个很险啊很险 这拨团战如果不是后来火猫跟拉比克两个人那个完美收割的话 这拨团战说不定被帮打回去了 双龙这个烈焰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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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焰 拉比哥已经做出来了风仗 这波VGS选择过来打肉杉 但是夜魔过来以后是看到了你的人在这个附近 也肯定只乱在打盾了 这个时候美杜莎直接开大往里冲了呀 这美杜莎直接开大冲进去末日有大的 美杜莎直接开大封路口就行了 一个冰墙偷到了以后 火猫TC一波完美团 火猫绷进来团灭 抢肉杉加抢盾 这里能不能留住这队发条 能不能留住这队发条 没留住 火猫TC稍微晚了一点点 稍微晚了一点点 叫浴火焚身好吧 浴火焚身可以的 肉美杜莎打肉杉团就是这么大 特别简单 就是开始大招直接堵口 没有人敢回头出来 回头出来的时间绝对会被石化住 石化住就是必死 这样VGS已经直接打出了GG 知道这场比赛翻盘无望 也是很痛快 25分钟就结束了比赛 这样恭喜秘密在双方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是先下一场 先下一场拿下了首场比赛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第一场比赛结束 我是三个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不要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们稍事休息 下一场比赛见 那么希望下一场比赛 也能打得比较痛快一些吧 毕竟 后边还有一个BO3 今天的这个直播压力也是比较大 好了 我们下场比赛见 我们下场比赛也订阅